大家早安 我是艾克 這是我們河口湖的第二天 照以往慣例 我想要帶大家走一下這個 清理推薦環節 卡吉羅在河口湖車站 大概步行六分鐘的時間會抵達 那這邊的附近的機能 像超商藥妝店其實都不會很遠 我就覺得還不錯 那主要是這間很日式風格 右邊就是他們咖啡廳、酒吧、減餐的地方 然後如果要寄放行李就是在這一塊 然後走過來這邊有kitchen跟shower room 昨天原本想要在這廚房吃飯 但是其實它空間真的不大 很多外國人在這邊 所以導致我們吃晚餐後來只能拿到外面去吃 然後如果是房客的話呢 這邊有三間浴室 然後一樣都是做乾濕分離的 然後他們日本很棒 我覺得就是他都有洗髮沐浴乳 再加上護髮 我覺得他們給的吹風機還不錯 風量是很夠的 兩間棉芝麻草 然後這水龍頭水 他說是可以喝的 我們昨天喝很多水 喝口湖這水 很乾淨就是沒有什麼怪味道 像東京的就有深深的味道 然後再來右邊這邊進來 這個門進去就是房間 然後這邊也是小路洗澡之類的 然後有一個人剛剛一直在裡面 有一個怪人在裡面跳舞 什麼意思 我們是阿可 然後我們是住在房間最裡面的上下坡 那我覺得很棒的是 他們的採光都很好 OK 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出門了 好 希望今天富士吉樂園可以通通玩一遍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來富士吉樂園是什麼必玩 下雨 Big Rain 哪裡都去不了 我相信現在應該很多人都跟我們一樣頭痛 不知道該去哪 就這樣耶 我們9點來換完Day Pass 馬上就下爆耶 對 就這樣 雨說來就來 此時趕緊鼓舞下團隊士氣 希望老天有給我們更好的安排 我們目前是隨波主流模式 還好 跟著人群 有 反正下雨哪裡去都一樣 走紅線去大石公園跟自然生活館那邊看看 有一些室內的景點吧 它這次是內路的巴士有三個線 紅色藍色跟綠色 很輕輕的公車搭一搭 環河口湖半圈雨突然不下了 好讚喔 很舒服耶 呼呼 我們到河口湖自然生活館 也就是大石公園好不好 往前的話 它那邊就很接近河口湖了 好像還滿漂亮的喔 因為現在沒有下雨 而且霧也算有點散開了 各位觀眾 這個自然生活館呢 就是在大石公園的裡面 那它裡面其實有非常多的花種 現在可能不是正最熱門的花季時間 那像它有香草啊 薰衣草 然後繡球花或秋海棠 如果富士山是清楚的話呢 遠處可以看到富士山 可以拍得到逆富士 然後自然生活館裡面呢 聽說很罪惡就是各種富士山的伴手禮 我們等一下進去看一下 自然生活館真的很多富士山相關的產品 吃的用的裝飾品 是個很好買伴手禮的地方唷 大家艾克點的是這個 藍莓加上薰衣草 味道就是還滿神奇的 第一次吃到這種冰 藍莓味道 來這邊必點的冰 超好吃 紅色線巴士我們原路往回 搭到纜車游覽船的這一站 搭纜車上山的人會比較多 所以建議可以早點前往喔 差點沙沙排隊 對 如果有Day Pass 就是直接往前走 不用跟著排隊白跳 方便 S4 5 5 7 9 7 謝謝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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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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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它轉很急的那種 我都覺得真的 那個很急的那個真的 會覺得快被甩出去你知道嗎 而且會覺得那軌道會不會突然飄掉 喔我真的沒做過這麼恐怖 因為它太慘了 對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頂著 狂風暴雨 還不知道這麼誇張啊 來到布月風雀 OK啊在我們正對面 我覺得這是 來河口湖還是必來的 不過現在雨真的很大 我們等一下快速看一看 大概只有不到一個小時可以停留 風雀的話 徒步兩分鐘就到了 台灣 無敵通票 好酷喔這風穴內部 原來裡面有冰柱 還有中路石 你各位超神奇 當你走到那個階梯大概一半的時候 它的溫度瞬間這樣快10度的感覺 好冷喔 這邊真的是 強烈建議大家要戴外套再來耶 這真的是冷藏的溫度耶 附月風穴 總長201公尺 穿越洞穴大約15分鐘 平均氣溫為3度 進到洞內即使是夏天也會感覺非常涼爽 到昭和初期為止是主藏 殘用的天然冷藏褲 被指定為國家天然紀念物 離開這冷藏褲 我至少多保鮮了兩天的時間 真的很美 各位很值得啦 可以來可以來可以來 記得穿外套 好冷 各位我們從雨中的復月風穴回來了 然後這是我們在日本的 第一個正餐 很陌生吧 有炒飯有拉麵 有尖角 這些是鍋貼的東西 然後還有我們點了鹹酥雞 炸雞 我這樣這一份炒飯加麵材很便宜 很便宜 很便宜 好就直接開動喔 今天已經是9月4號 是我們來東京的第... 是我們來東京的第四天 現在外面的天氣是整個白雲 完全複白族的 現在已經早上7點了 我們是預計現在 要先去我們的另外一間清雲 是在河口湖的北岸 那明天呢 我們就要去富士山 看他富士山了 哪一個最興奮 也最期待行程 大家一定要繼續往後看喔 好大 看起來好滑稽喔 你看這個 看起來好滑稽 回到富士吉樂園囉 我們剛在公車上還在討論 就是今天 不要做到就是 可能骨頭閃掉 然後明天沒辦法把它閃 OK 我們是在Klook有訂這個 樂園的一日通票 理論上會給我們兩張券 OK We got it 我們又再一次進來囉 我把票丟進去了 我們還沒有玩耶 就直接掉到這張 你這不能發現洞啦 各位我們到完這個 ZOCON了 是去年 2023年 全新的一個遊樂設施 那剛才大家有看到 我們有拍就是 騎摩托車的姿勢的那個 衝刺感覺 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重點 你覺得它的特色是 速度 速度 高度很好 但是速度非常快 它的特色是 它分兩段 就是它不是讓你一次衝到底就結束 就讓你中間有緩息的機會 然後兩段的方式有點不太一樣 第一段你衝到底 它還會倒著把你拉回去 這個是蠻有特色的 你會整個轉過來被抽回去的感覺 然後它會搭配很動感的音樂 對 它的動感就是搭配它的加速 然後一加速 你就聽到那個音樂 你就知道 對 它每個停跟加速那個音樂 都是配得很好 然後我們前往下一個 各位這個Pancake 大概就是 小版的老遊景 第一個 體驗到天翻地覆整個反過來的感覺 要這個了嗎 要這麼快嗎 我們再次去搭那個 這個我真的 目前還是有點小猶豫 還是我們等一下 最後要離開都在哪 高飛車沿著綠色的線中 最大的斜度 這個高飛車比 昨天夫妻亞馬做完 那個暈的感覺有點不太一樣 都很暈 這走路會晃 家裡有點頭痛的感覺耶 它這個設施我覺得 最有趣的是它 直直90度現在一直往上升 然後在那個時候 你其實就是會非常緊張 然後等到它到一個平緩的地方 它會卡住 然後給你慢慢的121度 往下墜落 喔 這高飛車 退啊 退啊 不是有鹹耶 小魚 小魚 我要拍它吃 然後先把醬都刮掉 這太鹹嗎 我覺得醬 就是那種起司醬 就不是那種很 很濃利的味道 各位這個鐵骨翻掌好玩耶 可以看到富士山 對 如果像我們今天這樣 天氣已經晴空萬里了 我們剛剛有看到 很漂亮的富士山 它終於至少漏半山腰跟山腳 很美 而且展望非常好 如果大家為了看風景 這個鐵骨翻掌不要錯過啊 它就轉圈圈 等福吉亞馬的時速只差4公里 有可能是我們目前到最恐怖的一個 OMG 我剛剛以為有一個阿姨 走那個逆向回去 打最常路 太怕不敢搭了 這邊可是沒有回頭路 你在幹嘛 軟人家 你看這個 軟到下不來耶 我就說這 意見來看 是 目前我覺得它現在 刺激特別跟 所有的重合行為最強 真的也是很恐怖 速度然後旋轉 它會覺得你 你是整個面朝下的 然後往下衝 重點是它腳懸空 很恐怖 各位我現在說一件 非常令我絕望的事情 今天大概 3點50 大概快4點了 我可能犯了一個 致命的 有錯誤 戰利民工 它現在已經 售完票了 而且它是 它是有指定時間 每半小時 一場 然後如果你沒有提早先買的話 被訂完的話 就沒有了 來請坐 把握現在你 開心的臉 還有 現在就剩3秒了 因為戰利民工 賣完了 它是每半小時 有指定時間 要購票 如果被賣完就沒有 各位千萬不要犯這個錯誤 早點賣票 現在 看起來有點 快接近夕陽的感覺 然後 總會有 遺憾跟 可以再下一次 再來的一個原因 今天收穫應該也算蠻多 其實搭了幾乎所有的 設施 佈個戰利民工 這個是我們 預料之外的事情 讓我們做到兩次 這個也是 還不錯 最後有讓我們 回血一下 不然後面 性質整個 掃一半 之前被破了一大桶冷水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 是大公車 我們也不是自駕遊 所以今晚的住宿要回到 DOT 也就是昨天有去的 大石公園那邊 因為它比較遠 要有公車時間限制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要離開 富士極樂園旁邊那個燒肉 我們都吃不到 就很可惜 吃到飽燒肉 就在正旁邊 出來 右手邊 機會的話 可以去嘗嘗看 再跟艾克爾講一下好不好 就是一整天 富士極樂園 還有我們昨天 在河口湖的 兩天一夜 我們明天就是要去 登富士山了 這也是我們這趟來富士 東京九日游 最大的一個原因之一 祈求明後天大景啦 感謝收看到現在的各位觀眾 那我們就下集見 富士山頂見 下集見 掰掰 下一集 登上日本第一高峰 富士山 想要明年自助攀登 不能錯過 從如何抵達五合目登山口 所有該注意的登山流程 艾克都會告訴你 再幫大家開箱一下 富士山最新的山屋 富士山山頂最美風景 送給大家 那我們就下集見囉 代表我的 S附外探錢隊 艾克登頂 YA 這就是 搭檢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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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四男 還有四男 還有四男 這是四男 OK 搭檢圈 哇 我們是我們的號碼 這裡 這裡 14 15 OK 這邊就 總共十來個 也不算很多 OK 有亮有開 但是他門可能是鎖著的 所以也有可能 就是根本沒有人 但是我們有 但我比較prefer 希望他沒有鎖這個門 欸有人在裡面耶 喔素衣啦 YAMAZAKI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你有開門 謝謝 小小小小 我們應該輸進去 這裡 三明星 這裡 每個月 這裡 我们應該輸進去 有餐廳 這裡 這裡 有我有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